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警方在昨天證實 拘捕了一名男子 說他涉嫌干犯了 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 而作出虛假陳述罪 根據多家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這名被捕的男子 是大公報的記者 第二宗消息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今天引述了業界的意見 建議 特區政府要立法 規定不用安心出行Apps的顧客 必須填寫正確無誤的資料 否則需要付上刑事責任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那名被傳為大公報的記者 被捕的情況是怎樣 警方說 早前是接獲到有市民的投訴 指出有人 在一篇文章當中 公開報導車主的相關資料 懷疑這個人是侵犯了個人私隱 經過調查以後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在2月11日 就去到港島東區 拘捕了一名47歲姓黃的男人 就說他是涉嫌干犯了 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 而作出虛假陳述罪 這名男子 涉嫌在去年8月 透過運輸署 網上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系統 取得了相關車主的個人資料 即是查冊 包括了有車牌號碼 車輛登記資料 車主姓名 地址 以及 身份證號碼 等等 這名男子 其後就把所得的資料 用在不符合聲明所指的用途 涉嫌違反了道路交通條例 警方還說 這宗案件已經在4月12日 去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下次上庭就是5月25日 即是 這宗案件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 這宗案件當然引來很多人的 關注 因為有不同的消息都說 被捕的這名男子 就是大公報記者 其實這名記者所做的事 跟港台編輯蔡玉所做的都是差不多 就是通過查冊系統 去查回車主的資料 用在新聞報導上 蔡玉玲被控兩項虛譽假陳述罪 昨天被裁定罪成 罰款6000元 也是香港第一次有記者 因為查冊 而被定罪 當然 這個查冊就是 查車牌 新聞界一般去做調查報導的時候 他們查冊不僅是查車牌 有時候 還會去公司註冊處 去查公司那本的名冊 另外有時候 他們又會去 地政署 去查田土廳那份的名冊 其實那些查冊 都沒有任何一項讓你選擇 去做新聞報導 是不是意味著 在往後 新聞界 再不能利用查冊所得到的資料 放在新聞報導 蔡玉玲案 已經成為了一個案例 現在又有大公報記者案 當然 現在很多人猜疑 為何會在這個時候 有這樣的消息 出來 因為在時機上 都挺敏感的 昨天判了 蔡玉玲罪成 又同時出了這宗消息 但是這名男子 其實 說在2月11日已經被抓了 4月12日就提堂了 但是當時也不見 有些報導 專門 有提及這些東西 可能有的 但是我就看不到 或者在網路上 都沒有什麼人關注這個案件 終於去到昨天 才能看到這宗報導 當然 會不會是 專門製造一種感覺 其實不僅是針對黃媒 或者是黃編輯 連大公報的記者 如果他是在做同一件事 都是會被控告的 被捕的 是不是想製造這種感覺 使得好像禁止茶策 是合理化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第二宗消息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今早就跟了六大飲食聯會的 代表開會 他就引述業界建議 希望特區政府立法規定 那些不用用安心出行apps的顧客 必須要填寫正確無誤的資料 否則就需要負刑責 另外他又引述業界說 是同意 食店要至少安排一名的員工 看顧客來填寫資料 如果食店未能安排 應該規定全部顧客都要使用安心出行apps 張宇仁還說 如果要所有顧客都用安心出行apps 才能夠放寬營業限制 在執行上會有困難 若然是硬推 那些顧客可能會不光顧 但是業界又明白到政府憂慮 有些人亂填資料 導致追蹤上面出現困難 因此才提出這個建議 希望提高亂填資料的阻嚇力 這個張宇仁很縮骨 明知道這些建議 肯定會引來社會上被批評 所以他就說 這是業界的建議 實情來講 業界建議是怎樣的 你作為業界的代表 就算業界建議你 如果那個建議 你認為是不合乎邏輯 或者是不合理的 不理性的 你也會不聽他講的 明知道這些建議有爭議性 你就說這些是業界建議你的 你就去覆述 到底你本人是否認同業界的建議 認同就是一句 不認同就是一句 很簡單的 你作為業界代表 你也要把關的 難道他建議你周圍撒屎 你周圍撒屎人 你不會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張宇人 你殺有戒屎 就說這是業界建議 是很無謂的 別人也當你是有份認同 和附和的 你不附和他 你引述他把鬼 對不對 好了 業界就提出了這麼無稽的建議 實際上也說 為什麼有些人要填紙 他就是不想讓你安心出行Apps 監控 他就是覺得吃得不舒服不安樂 所以他就去填表 你現在連份表都不讓他填 或者你就用一些嚴刑進法 就說別人不填寫正確資料 就要負刑責 要不要這麼厲害 對吧 吃飯又說要拘捕又說要鎖 喂 當然啦 這些食店 他們就在這裡打一個如意算盤 因為如果一刀切 說迫所有人 裝安心出行Apps 他們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當然會走這樣一批人 就是那些很頑固 不肯使用Apps 如果你叫他用Apps 他就寧願不幫襯唐食那幫人 他就想吸引這幫人繼續幫襯 所以就拋出這個建議 就把球拋回政府 就說要保留這個填紙 問題就是 你用不需要提出那些 要扶刑責這樣的建議 吃一頓飯而已 不用這麼厲害的 別人一聽到你要什麼扶刑責 他就有個戒心 其實只會驅使到 更多人盡量減少糖吃 如果上班那五天被迫要糖吃 那就沒辦法 有些家庭可能星期六天都不想煮 打算出去吃 你做這些安排他又不吃了 要不就叫外賣 要不就自己煮 當然就是益了那些做外賣的 機構 問題就是你糖吃裏面 也有那幫適應的 那幫就慘了 如果你的食客一直這樣 糖吃那幫是下跌的時候 那那幫人又怎樣 是不是會失業呢 面臨著 是不是有這個危機 還有就是 有些索性外賣都不叫自己煮 你又少了生意而已 怎會提出這些建議 你也要顧及顧客的感受 香港現在還有一件事 就叫做消費自由 鈔票就拿在食客手上 幫不幫襯就是他的 一念之間 沒可能提出這些建議 那麼笨 你豈不是跟食客對著幹 為什麼你都要人家 非實名制食 犯不可 還有你這個建議到底怎樣具體執行 就算你兜口兜面 看到一個食客走進去 你怎麼知道他填的資料是對還是錯呢 你怎麼知道他姓什麼名什麼住在哪裡行 你怎麼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是不是要逐個去查身份證 但是你又沒有這個權限 是不是要逐個打電話 打轉頭通才讓他進去坐 根本上你在執法上就很困難 而且因為他吃完之後怕屁股走了 你怎麼知道他扯上去的那張紙是假的 是不是要逐個對 是不是要對那個閉路電視 幾分幾秒 幾時幾刻有個人是 填了一些假的資料去檢控他 這些是不知所謂的建議 根本上是可行性很低的 好心就收皮 不要建議這些傻瓜 還有張宇仁就引述葉界話 同意每一間食店要安排最少一名員工 看顧客填寫的情況 你根本上已經說了很多這些說話 之前又說有個撿桌專員 喂 撿什麼桌專員 那個人只是附下撿桌 請他回來 撿桌不是他 落單不是他 撿割吧 是不是 現在毛離頭又說做多一個 登記專員 浪費時間 一間小店請了多少人 有沒有可能 這些建議是來的 生意都已經夠差了 還說要做一個專員 去看著別人填資料 浪費 另外 這個飲食業界又建議 那些員工自行申報 未能接種疫苗的原因 如果是未能夠打針 就需要每七日到社區檢測中心 或者是流動採養站 進行避煙色紙檢查 這個我就覺得是好事來的 反而就 你就不需要說逼人去打針那麼愚蠢 打一份工沒理由賺命博 現在說每七日去做一次檢測 就替代了打疫苗 事實上是好事來的 但是我聽見許樹昌教授就說 要三日去做一次檢測才夠穩陣 啊 不知道他怎樣來判定 如果要最穩陣 不如 半天做一次 上班做一次 下班做一次 唉 你也要體恤一下 那些飲食業的員工 其實都做得很辛苦 全部辛苦錢 大哥 啊 不像你許樹昌教授 每個月頭 打保有良出 喂 人家真的要下手下腳做的 還要人家在 這個工餘時間 去做這些 無謂檢測 是不是 一個禮拜做一次行禮 如而無事 就算了 你還叫人三天去做一次 不知道拼什麼 整班人 好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